我有一個朋友啊 他跟我講他有耳鳴 他的醫生也跟他講說 你就跟他和平共處了吧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沒有藥可依 我們在西醫的研究發現 耳鳴盡量的黃金起司 一個禮拜內趕快處理把它治好 可是我客人的感覺 應該是要黃金的當下 我們有三個動作大家要記起來 第一個就是耳朵上面一公分 那這個穴位陷暈的時候 也是一個特效穴 那個聲音讓他一直沒得睡 這個怎麼睡覺呢 對 最簡單的一樣在耳朵裡面 有一個叫 就有很好的安眠的效果 早上就有一個 他三天前呢 他其實坐在這個診所的地方 他其實是在哭的 因為他說他的耳鳴 叫到他根本沒辦法睡覺 連續來針灸三天 然後我再加他按摩 今天來大概說好了已經八成了 學習自我急救的招數 能不能夠把它選起來 這就決定了以後 如果我們碰到耳鳴的狀況 能不能夠馬上自己處理 所以喜歡我今天影片的朋友 也忘了訂閱留言 開啟小鈴鐺 還要把這個訊息分享給大家唷 你走吧